各位好,今天3月24号,我是五位三人,吃了吗您的? 今天是一个高兴也不高兴的日子 为什么呢?就是说今天啊,到今天为止算是被打脸了 特别高兴的一次被打脸 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在上个月24号的时候呢 俄罗斯侵入了乌克兰 那当时我在随后的节目当中就说 我说也就是说一到两周的时间 应该就这场战争就会结束 因为俄罗斯的这个经济是卡不住这个东西的 然后呢,我说最多也就到一个月 因为我大致算了一下 我说如果加上这个制裁 然后加上俄罗斯本身的外汇储备 然后就包括它这些东西 它应该是没有能力去打一个长期的战争 因为这个战争虽然是所谓的低烈度的 但是实际上烈度并不低 它呢,损失它是承受不了的 尤其加上这个各国的这种各种制裁 但是呢,我确实也是 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错误 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 很多人都是 这么着心里 可能这么说的时候 心里舒服一点啊 这个那很多人都判断错了 说这个没想到 在一个独裁统治者之下 一个国家可以能够扛到多久 这个确实是不好说 但是目前来讲呢 应该说呢 怎么说呢 也算是扛不下去了吧 但是没有按照我所期待的这个预期和结束 可是这件事情呢 为什么我说既高兴也不高兴呢 我先说高兴的啊 是为什么 是因为是因为这以下几点 第一个呢 是第一是戳破了这种俄罗斯 全世界军事力量排名老二的这个画皮 指北极熊 指熊的这个画皮崩击也戳破了 发现一件事 就是除了核武器之外 那底裤给扒的一塌糊涂 就他这最后一条底裤呢 还是用那根猴皮筋 核武器这根猴皮筋给系着的 万一这东西要失灵啊 这这就真是底裤的无上了 那这是一件事情 戳破他这个强大的这个外衣 那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 第二个事情是 等于是北约 包括像所谓的这个自由世界 因为至少马克思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 就是说呢 资本如果见到利润之后啊 那真是跟疯狗似的 直接就扑上去 只要是能赚钱 这当然是就没问题的事 但是呢 这回事情出来以后 那终于打醒了这个北约 以及自由世界的这些人 说真是为了挣钱 包括你是说 你为了减少自己的花销 然后呢寻求俄罗斯的能源进口 那你只能够到今天 就眼看着他 那个拿捏你的这个外门 打醒了之后 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寻找替代的方向 这个替代方向呢 也就是说 把俄罗斯排除在 就像这种国家 大流氓啊 排除在世界经济循环之外 你愿意自己玩自己玩去 看你能不能有这本事 把你自己再弄回到 前苏联的那种水平上 那这是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那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说很开心的 就是呃 终究是说呀 我们可能是要 原来我在节目里说过 可能是要过一个心理上的坎 为什么原来我们一直害怕俄罗斯 为什么我们一直也害怕中国 大陆这边 那是因为他手里呢 掌握着终极大杀器 人类所能掌握的终极大杀器和武器 那只要是这东西一直在架子上 在这搁着 那随时有可能拿这个要挟你 你就一直不可能说是 去跟他有任何的那种 完全强硬的 完全切割的这种做法 这回等于整个完事之后呢 那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你如果真的是面对这个威胁的时候 那你会怎么办 那你永远让这个威胁 像一把达摩克里斯支箭的似的 搁在你脑袋上吗 对吧 这个是有问题的 那如果是真是如此 不论是克里米亚要 还是以前俄罗斯所干的这些事情也罢 那你只能够在这个要挟之下 永远呢 给他让步 这种让步 或者是说你给他一定的制裁 他又不在乎 然后渐渐的他他要再发展去去发展去壮大 再对世界形成这种威胁 那你怎么办 所以呢 今天来讲 那我们在心理上 实际上是度过了这一个观 俄罗斯已经明白着说 要可能要这个动核武器 那可能是说他先先 恶人先告状 先说乌克兰有什么生化武器 要化学武器什么这些东西 但是很有可能他可能会动用 因为这是他官用的一个手法 那这种威胁已经迫在眉睫 在这个时间上 如果说你过不了心理这个坎 你又会陷入到原本那个境地上去 那这会心理上这个坎过去了 对吧 全世界这个可以说大部分的人 心理上这个坎过去了 尤其是所谓自由世界 然后这些发达国家 原本是不愿意去把这个 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俄罗斯这个货逼到这个程度上 对吧 那大家有可能会立起完蛋 可是既然如此 那如果始终不能够约束他 那只能是这样了 那就大家就永远是被他 被他所掌握 就像他永远捏你蛋似的 对不对 他可以永远他妈的说 老子可能要捏了 可能要捏了 后来就发现去你妈的 反正也无所谓了 我先把蛋抽出来算了 那你爱怎么 咱直接该怎么打怎么打吧 大概就是这样的 这样一个路径 那如果现在这几件事情 就是说算是高兴的事情 而且尤其是还有一点 就是说再打一段时间 对吧 我其实现在如果我们刨出去 对乌克兰本身的这个伤害之外 这个我非常抱歉 我只是从那个从那个 理性人的角度来讲啊 就是说呢 我并不是说真的希望 乌克兰老百姓说承受这种痛苦啊 那因为他的财产 人民流离失所 这些东西都都在其中 但是我并不喜欢这件事情 但是我心里隐隐约约的期待着 再打个一段时间 为什么呢 就是他深深的陷入到了乌克兰 这个初春的这个泥沼当中 那在这种这样的情况下 那他本身的这个国力在不断的进行消耗 而时间越长 那不论是北约也好 还是各个自由国家也好 自由世界也好 他们可以一个可以把这个力量再 再更更强的集结起来 因为啊就是说真的啊 就是原本来说 我们必须要知道 就是包括像这个北约 包括像美国 包括像这个 反正自由世界这些人 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弱点 就是各个意见不统一 各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利益 利益之所在 即使到现在也是嘛 对吧 那他们从打一开始 你就看出来 他们其实并不愿意进行这样直面的对抗 并且是说各个人都打自己的小算盘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必然要开始能够重新审视 自己这么多年的这个绥靖政策 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那他就逐渐的在这种外部的压力下 能够再重新的组织起来 能够形成一个真正的 能够捍卫这个世界上 我们非常珍视的一些东西的一个团体 那就是说能够把这些其他的 就是这些所谓的这个新一代的邪恶轴心们 能够把他们能够控制住 至少是控制住 不会是说让他随便的在这个世界上耀武养胃 对吧 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正常的 那尤其是在这种经济科技的制裁之下 你可以把这个俄罗斯 重新打回到什么程度呢 那几乎就可以打回到这个叫做 就是所谓的现代化的时期时代 对吧 那这么多的国外的公司 这么多的这个经济的经济上的制裁 你可以你可以让他在几十年之内 就像说的那几十年几十年之内 没有办法再给世界造成威胁 凭他的那个本事 他的那个是他所谓的这个国民经济 他甚至于到最后他很有可能 就连和他自己的核武器都养不起 直接就怎么说呢 叫闷杀了俄罗斯 对吧 那不是我看到一个有一个那种新闻 就叫什么 就是一头受过临寻的北极熊 在那个冰原上独自徘徊 就大概能把他饿到这个程度上就好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起来的话 这个世界如果过了这一坎 对吧 那世界告诉俄罗斯 说我们不怕你的要挟 我们不怕你的这个核武器 那过了这一坎的话 俄罗斯就只能够最后 隔绝于世界之外 那他就会变成那头北极熊的样子 就完了 我们就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我觉得就挺好 这个就是一个 或者是说在几年之后 那包括普京 他能够 他离开了他的权力 权力的那个掌控范围 然后呢 就是他不论是说自己退职 还是被人谋杀 或者是包括像这个 作为战犯被审判 他去掉了这个因素之后 那俄罗斯可能会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对吧 他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再次被接纳到整个世界当中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重点就是在于 我们首先要记住一件事 就是心理上要过这个坎 别再害怕这什么了 这就真的是像 我们当年就是在上学的时候 你总有学校里 班族里总有那样 班级里嘛 总有那样的一个学生 对吧 他特别总觉得 总是觉得他可以威胁到别人 他老拿这各种各样的东西威胁你 后来发现实际上 并没有什么 对吧 你真说怎么样 喝出去了也就是这样了 能如何呢 这个也就是我觉得高兴的地方 那不高兴的地方 肯定是一个事情 也有两个事情 第一个 自己的这个判断被打脸了 对吧 这个当然了 一半高兴一半不高兴 那你作为一个实证评论者 那如果你的判断失误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不也没所谓 你每天你在说了很多事情 很多东西的时候 你判断失误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出这个问题 没什么问题 也不是 当然也有问题 但是呢 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呢 实在是说 为乌克兰老百姓 对这个 对 对这场战争 他所付出的东西就太多了 我们其实 虽然 我刚才也说了 我虽然说 我非常希望像普京这样的人 包括俄罗斯这样的国家 深陷于泥沼当中 对吧 让他直接就是 在那个 在那个 沼泽地里烂掉 那是他妈最好的事情 但是 你要理解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沼泽 它实际上是用了 乌克兰人民的这个 鲜血啊 财产啊 他们来那个 构成的 那这样的情况 其实 并不希望能看到 我其实 我是一个 说实话啊 就是说 我其实是一个 不是很愿意说 跟人去对抗 去打仗的一个人 那就是 到今天为止啊 那个 真的不想让 这个老百姓 能受到这种苦事 即使 你看我平时这么说 说那个中国 中国这帮人呢 就是哀其不幸啊 大陆这帮 哀其不幸 怒气不争 甚至于包括我说 那个西安 这个 你们是活必该 对吧 西安封控的这种东西 你是活必该 但是实际上 在某种心态上 我依然 即使像这样的话 我也不希望 说中国的老百姓 真的会再受一遍 这个苦 或者是再受一遍 这个罪 那你像 如果是文革重来 或者是说 像原来这些 跟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进行对抗的这种模式 在出现 那倒霉的还是 最终还是老百姓 虽然这些人 并不一定说 他的那个 他会感激你 提前指出的这一点 但是呢 他你终究还是 心里是不舒服的 对吧 那即使 对中国老百姓都如此 那横逆加于俄罗斯 加于这个乌克兰老百姓之上 也肯定是我很不喜欢的一件事情 对吧 那这个东西 是我今天不开心的一件事 其实 开心的事有很多 不开心的事有很多 但是呢 我们的日子还要过下去 今天到今天为止 那我最新得到的消息 有几个那包括像乌克兰的这个部队 开始了局部的反攻 对吧 这是这是这是一个 也是让人开心的事情 那俄罗斯也在寻求 因为他也在寻求一个 后退的模式 因为独裁者是不能失败的 他怎么能够把 让自己能够叫下台吧 就是说能够能够顺着台阶走 就顺坡下驴 对吧 顺坡下熊 能够把这个台阶走下来 那是一个挺艺术的事情 那在中国来讲 他现在中国还在骑墙当中 对吧 我们当今圣上还在 还在小墙头搁着呢 也不知道最近这弹怎么样了 那如果要是说 请中国来进行这个外交斡旋 甚至于通过某种渠道 那个传达到美国这 我看到有消息说是传达到美国这 然后来进行这种就是一个下驴的工作 下北极熊的工作 就坡下北极熊的工作 那他希望能够把这个事情尽快的给他解决掉 这个也是一个怎么说呢 也是一个退步之机吧 也就是可以说愿意让他那个 愿意让他下来 当然是最好 其实呢 我个人 就我从我个人而言 我其实是不希望要下台 就是说让他有这个台阶往下走的 干脆你就在那扛死就算了 真的 这个很有可能就是按照其他的这个 有一些 有一些经济学家 包括包括那个政治学者的预测 他们也最多的能力 最最高也就打到六月份 那打到六月份 他肯定就不行了 对吧 那这个 那这个让他就不行就完了 反正再吃几个月苦 从此至少在我们一代人当中 一代人的时间里 解决掉这个世界 这个不定时的炸弹 那当然是最好的事情 这个 这个只能说俄罗斯 不 乌克兰的人民呢 可能还要吃几个月的苦 这个东西也是为了 自由 这个东西 它不是没有代价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句著名的话在这 那句 我原来说过 我说这个代价 这个词啊 就是说 他那个free 那个词 我其实倾向于 把它真的是描述成 不是代价 你翻译的信 信打雅当然是很好 叫代价很好 但是呢 我觉得更多的时候都宁愿把它叫做钱 自由不是免费的 那这个代价终究要出 我们相信 我相信我自己我也会付出一些这方面的代价 那比如说我可能会 我可能会继续的给这个呃呃 乌克兰方面 他进行捐款 对吧 不论是军队还是还是他的红十字会 我还会给他捐款 那包括像这个 包括像自己的 有一些生意可能会受损失 没办法 你为你自己想要的世界 你要投票 既然我这个岁数和我这个能力 不可能去扛枪去打仗 对吧 如果他要是说跟日本打 如果我这实话实说啊 我俄罗斯要跟日本打 我可能会帮着日本去打俄罗斯 这是肯定的事情 因为这个地方我喜欢 我在这生活了很多年 好几年了 对吧 那但是没有这个能力 呃 也不会有给我这个机会 那我用我自己手里能够掌握的东西 去为我想要的世界去投票 比如说就是去给乌克兰方面去捐款 大概也就是这样 呃 希望吧 希望这个世界能好 如果不好的话 人类的这个 虽然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我觉得人类是必须要过这坎的 反正你今天过和明天过 没有什么关系 呃 如果今天过呢 还好一点 因为为什么 因为呃 虽然今年我也50岁了 但是呢 终究还不算太老 终究还在还能蹦着蹦着 如果以后真的是再过20年 你把这个俄罗斯 让他缩回去 再给他养肥了 然后他再出来 到那个时间段 那他妈真的只能是听天有命等死了 对吧 差不多 如果尽早过这个坎 让人类的这个文明能够尽早的呃 就是通过那个大过滤器啊 这个您可以查一下 好像是卡尔萨根的吧 通过这个大过滤器 然后呢 我们可以能够往前走一步啊 政治政治的 无论无论是政治的 还是经济的 还是整体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 能往前再走一步 我觉得是件好事 好 谢谢诸位 跟大家下聊聊啊 回到家里正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